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致富時代 我是主持人廖婕宇 今天這一集要帶大家吃庶民美食 在你心目中最喜歡的庶民美食 是哪一樣呢 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上班族最愛的庶民美食排行榜中 第一名就是鹹酥雞 雞排 有超過六成的民眾 都難擋這些雜物的魅力 第二名則是臭豆腐 而鵝仔針跟滷味則是並列第三名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帶你去吃 排名第一的雞排 這家雞排店很特別喔 它是有包餡的 而且有雞排裡面包進了肥美的鵝仔 或者是雞佛都讓人食指大動 老闆說當初其實是為了滿足女兒的喜好 把雞排變成百寶袋 塞了各種女兒指定的內餡 沒想到這爆漿吃法深受顧客喜愛 哇塞 哇 快一點快一點快一點 拉絲 哇 和高溫碰撞後的起司拉出長長瀑布 衝擊視覺感更讓人食慾大開 我有沒有看到是厚厚的那個 真的很誇張喔 它起司超厚超濃的耶 起司混搭明太子 從香脆雞排中流出奶香瀑布 邪惡誘人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吃包餡的東西啊 就女兒想吃什麼 我就先研發看看啊 前世情人啊 對啊 喜歡什麼你就幫她包什麼 就像小丁當的擺寶袋一樣 她喜歡什麼我就裝什麼給她吃啊 樂當女兒的美食擺寶袋 熱鍋後下薑片煸乾爆出香氣 爆脆聲響挑起食欲 隨著肌佛色澤轉變 老闆開始加入獨家調味 豪邁倒入米酒蓋過食材開大火煮滾 待酒氣揮發留下酒香 最後再以枸杞點綴多點甜味 還能增添色彩 緊接著另一道雞排的內餡也開始準備了 薑片米酒去腥 滾燙熱水中準備迎來肥美蚵仔的加入 那我們的仙顆拿給大家看一下 每顆都是肥大的 每顆都有這麼大 這整盤都是 滿滿新鮮蚵仔下鍋 煮至水滾沸騰 就得趕緊撈起 就怕壞了口感 接著中頭戲來了 看老闆如何把雞排變身 白寶袋 鋪上大量蔥花秤底撒上胡椒 諾大的仙顆 足足六顆 塞好塞滿 雞佛同樣放得很豪邁 添加高麗菜乾 帶出甜味 勾勒 豐富層次 即時四分半 美味爆漿雞排經過油炸洗禮 時間一到撈起 熱油在酥脆表皮上正透亮的閃爍著 把油瀝乾後再撒上胡椒 圓鼓鼓的雞排一口咬下酥皮的外表內 包裹著多隻鮮嫩雞肉 更誘人的是 每一口都能吃到爆漿的雞佛 細細咀嚼 淡淡麻油香氣串出 蚵仔雞排可說是海陸饗宴 雞肉的甜與蚵仔的鮮完美融合 柔韌與扎實並進 滿足口力 他的雞排汁多 然後精髓不油膩 因為傳統雞排吃 其實吃久都會膩 然後他們的雞排就是餡多 請朋友吃過他們就覺得很有創意 那我意外的是雞排不油 然後又吃得飽 然後再加上吃得飽以外 又有女生特別愛吃的起司 奶油全部都在裡面了 用心製作料理 讓小小攤位每到下午 總是聚集人潮 夫妻倆經營鹹酥雞攤 從一開始基本肯香賣起 到女兒給的包鮮靈感砸小名氣 那老闆陳輝宏 更希望將對女兒的小愛化為大愛 連生有一段走歪的路的時候 然後娶到罪了老婆 然後再修正回來這樣子 就幫助偏鄉的孩子 因為偏鄉的孩子 想要吃一個熱騰騰的雞排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路途上有點遙遠 畢竟都三四十公里 他的肉食都會裁掉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研發 浪子回頭的陳輝宏 不只專注研發 更不惜辛苦 開著簡易攤車 深入山區 讓偏鄉孩子也能吃到 那呼呼雞排 一份雞排走出傳統 將對女兒的感情包進裡頭 更讓這份溫暖不斷傳遞 再偏鄉延續出更多動人故事 談到壽名美食不能不提的 還有滷肉飯 不過在台北這間餐廳 居然營業二十四小時 早餐到宵夜都能吃到滷肉飯 他們的豬腳飯也值得一嘗 店家選用的是溫體豬的豬腳 滷上四個小時 豬腳滑順Q彈不膩口 許多觀光客慕名而來 Cage Best 我們豬腳首先就是都用溫體豬 然後市場早上直送 然後它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先做 很認真的汆燙 然後在這個汆燙的過程 我們會盡量把那個腥味去掉 然後在滷的過程 我們就是用最好的醬油 選用純亮醬油 無需過度調味 滷上整整四個小時 豬腳的膠質融進滷汁 碗如筋粉般閃閃動人 一口咬下滑順Q彈肥嫩是中 滿嘴膠質卻不油膩 令人齒家流香 配著米飯一起吃超滿足 要是不吃飯 人人幾乎都會點上這碗招牌麵 來個招牌麵 一個招牌湯 快手包餛飩一秒就能完成一個 老闆堅持每天新鮮現做 再加入精選的魚丸共丸 招牌麵料多實在 雞骨豬骨熬製的湯頭相當濃郁 而餛飩入口即化的秘密 來自它的外皮 我們這個餛飩皮也是 專門跟廠商另外請他們特製的 就是說我們的皮非常地跑入口即化 是這種概念 入口即化的還有這半熟蛋 鋪在滷肉飯上筷子輕輕一戳 蛋液緩緩流進米粒間 鹹香夠味讓人一口接一口 這些好味道全來自老闆 黃明前之手 但其實這不是他的本業 二十幾年前他辭去室內設計的工作 接下朋友的店 一頭栽進料理的世界 室內設計的工作其實都是在外面奔波 然後大概也覺得說那種 在外面的那種游走的生活 其實大概也過膩了 那想說那就讓自己安靜下來 本身愛吃加上對食材的堅持 黃明前越做越有心得 兒子女兒也都在店裡幫忙 用餐時間店外總是大排長龍 沒等上個半小時還吃不到 但特別的是無論你何時來 都有美味餐點可以享用 剛好也有一個同學 然後他也失業了 然後覺得說他剛好也是夜貓族 那既然如此的話何不來嘗嘗看 就這樣子就二十四小時了 那沒想到二十四小時的人氣 可以這麼旺 也是有點出乎意料 從早餐到宵夜 二十四小時爐火不間斷 現在就連年輕的二代也準備傳承 要讓六十年好滋味不打烊 高雄鹽城有個行啊來美食 要買這一家水煎包 永遠只能等下一鍋 因為不少人都是電話預訂 或者是早早就來排隊 老闆一開店手就沒停過 甜脆的高麗菜內餡 口感皮薄多汁 深受顧客歡迎 要四點四十五 要四點四十五 不要五點 要五點五點 你要訂到五點囉 五點 五點可以嗎 要訂五點十五 好 現在要四點四十五 要兩個小時又過十分鐘 眼看其他客人一包一包開心取貨 自己卻撲空 是許多第一次到訪的客人 心中共同的疑問 對對對 不好意思喔 我不好意思到四點四十五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早已變成老闆的口頭禪 一天不知道反覆說了多少回 即便看到箱子內有熱呼呼的水煎包 卻早已被預約一空 客人上門永遠得等下一鍋 有一次有一個客人 他十二點零一分 他要訂兩點 他沒訂到他就申請 說你這樣不公平 覺得很誇張 他有這個香菇才進 就開始就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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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心情乾 嗯 被客人罵到心很累 四十多年老店曾為此暫停營業 直到老闆重新調適心情 立下新規 就只限當天預定 依舊消化不完 蜂擁而至的人常 白胖胖圓滾滾的水煎包 依序入鍋 化出一個完美圓形 淋上面粉水 肩膀上滋滋的月耳酸 深深誘惑著飢餓的味 上蓋催熟 白色煙霧夾帶著迷人麵香 從墨蓋縫隙悄悄竄出 優雅清香 繞繞空氣中 一個俐落翻身 金黃底部與周邊麵皮 形成完美對比 薄薄的皮 以約能看見內餡高麗菜的翠綠 一口咬下滿滿蔬菜甜味 瀰漫口腔 少許豬肉帶來的滑順口感 脆口又帶有juicy的湯汁 加上外皮焦焦脆脆的香氣 口感豐富又分明 先吃清甜原味 再淋上帶有甜味的辣醬 又讓味蕾再提升一個層次 吃它的高麗菜好脆 然後很新鮮很有口感 一般我們吃到的水煎包 跟菜就會切得好細好細 就沒有口感 一口氣訂了幾十個的客人 可不在少數 如此受歡迎的水煎包 生意羨煞不少人 但老闆周南新 卻曾經很抗拒 國中一年級 剛去上學 第一天回來 爸爸說你是長大人 現在是大人 我心裡想說我還是三次 我長大了 為什麼長大了 他就叫我出來工作 說我要為自己的別隊工作 或許是家中經營餐飲的孩子 共同的煩惱 讓他下定決心不走這條路 做其他工作過嗎 有啊 當然就不想接這個啊 你小時候就知道做這個 很辛苦很累 我也想要做這個 當年的心意已絕 卻因為對父親的愛 開始動搖了 那你是爸爸去拜託 爸爸去家裡跟你做 都不講話 問他要吃什麼 要喝就要喝酒 什麼都不要 尤其在那邊工作 你要陪他啊 第五次他跟我開口說 他說出來吃 出來做 然後看他這樣子 然後跟他說好 一好我就後悔了 又看到他那種笑 我不會講他 我這一輩子沒看過 他笑什麼樣 就這樣 接下來爸爸做了一輩子的事業 周南興鋪守舊 將原本菜肉各半的水煎包 逐漸轉換成以高麗菜為主的品項 因應時代對飲食水準的不斷提升 原本你菜會甜 放了調味料就會變少 以前在做有那個梗 然後捏花有沒有 就你們喜歡吃啊 你把它包起來 那這一塊就變成這樣 這樣皮就薄 要做就做到最好 周南興不斷改良 皮薄餡多 更要滋味好 加上口味清脆不油膩 更受老顧客的青睞 一顆簡單的水煎包 裡頭卻包藏著 老闆對父親的愛 肩台上鳥鳥吹煙 緩緩升起 將這份暖心的美味 不露痕跡的暖靜 客人的心中 米粉湯是許多人喜愛的傳統小吃 在新北有一家米粉湯 口味跟別人不同 加入了滿滿蛤蜊鮮味十足 第三代老闆他保留了祖傳秘方 又結合創新元素 開創新的品牌 成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我們一份蛤蜊米粉湯的話 差不多都是一個平碗 差不多半斤的蛤蜊量 對 一整晚滿滿蛤蜊入鍋 加入熬煮4小時的大骨湯 再用米酒去腥味 放點薑絲提味 蓋上鍋蓋燜煮 1分40秒準時關火 撈起煮熟的米粉 加點芹菜油蔥酥 倒入煮好的蛤蜊 不同於傳統的米粉湯 蛤蜊顆顆飽滿多汁 多到快要滿出碗來 湯頭喝得到豬骨的甜味 和蛤蜊的鮮味 搭配Q彈脆口的米粉 讓人捨不得放下湯匙 我們的米粉是屬於 那個北部的粗米粉 然後它的口感有點像米苔木 但是它比米苔木 來得再稍微軟嫩一點 然後比較順口一點 老闆胡玉陽特別選用 寬度0.3公分的粗米粉 不僅有嚼勁也不容易煮爛 不過光是要煮熟 就得花上1到2個小時 米粉的製作過程會比 細米粉來得麻煩非常多 因為光是煮米粉 就要煮1、2個小時 那細米粉只要煮3分鐘 新鮮的海調小卷加入高湯 米酒將絲去腥味 同樣燜煮1分40秒 一下子湯汁瞬間染成淡淡的粉紅色 小卷的鮮甜精華全保留在湯裡 肉質白皙的小卷彈壓清脆 配著米粉一起吃 咬勁十足 我們是在一個傳統的基礎上面 去做創新 就像我們用傳統的大骨高湯 然後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像是痛風蛤蜊 或者是小卷 或者是說鱸魚 或者是不拉皮 我們之前還有出過臭豆腐米粉湯 對 這類的東西就是 我們希望讓傳統的東西 可以配更不一樣 然後變出一個新的風味 不止米粉湯保留祖傳蜜方 招牌滷味也是古早味 將溫體豬的嘴邊肉 倒入蜜製的滷汁中滷到入味 切片後再用滷汁燙一遍 大腸豬耳朵也不能少 薑絲蔥花來解膩 最後淋上醬油膏 滷味香氣十足 不死鹹還會毀甘 我們都是用已經傳承55年的 一個滷汁配方 然後下去滷汁 然後我們會依舊 每個食材的特性不同 給它不同的一些調味 或者是說給它不同的滷汁時間 燜煮時間 讓每個食材都滷汁得非常入味 仔細品嘗剛煮出來的滷肉 吳宇洋時不時就會到店裡抽茶 確保餐點品質 年僅29歲的他出生米粉湯世家 身為第三代傳人 沒有選擇在家裡做 而是自己創立新品牌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 其實是滿排斥的 因為我覺得做這個吃的東西是 畢竟油油膩膩 然後又很熱 然後我爸媽又其實非常非常的辛苦 既然我是學這個東西出來的 那我們家又是做傳統小吃的 是不是我可以把我學的東西 學以致用 來把家裡的東西 就是發揮得更好 從餐飲科系畢業 也曾在外面餐廳工作過 這讓胡宇洋深刻體會 餐飲業的環境惡劣 智力打造更好的工作體制 也讓小吃也能很有質感 台北最早發展的地方就在大稻城 當地有一間碗粿已經飄香六十多年 店家用料很豐富 而且獨創的是溫冷吃法 口感Q彈 如果喜歡吃辣 那更不能錯過店家用心的調料 跟自製辣椒 鹹香散辣的好滋味 讓人印象深刻 機器啟動 一百四十斤的豬頸腳肉 在大炒鍋裡規律旋轉 透實的雙層爐免護火 也不會炒回答 炒肉燥必須先爆香 自製的薄脆蔥酥一預熱 香氣大爆炸 接著按比例調醬油和糖 滾煮之後瀝乾肉燥 再加一次油蔥酥 古早味的靈魂關鍵油蔥 老闆給足雙倍 不只有炒過的香 也有炸過的酥 但要以機器取代傳統人力 口味可不能變 我就是因為做了也有點累 然後我就是想說 看能不能越做越輕鬆 我就是可能先去 聯絡一些機器的廠商 然後我來試 試了覺得可以 其實它做出來的味道 是完全不會變的 插在你的時間的掌握 你要怎麼去控制這個機器 去讓它做出你要的效果 放了兩三年的 再來女士做挖粿的最佳年份 放久一點水分乾 貴才能Q彈 流動水洗浸泡三小時 用可深飲濾水 確保去米糠淋梅味 米香清甜 讚磨全江 看一些氣候啊 水溫啊 米每次來的品質 也有點會不一樣 你隨時都要掌握 因為我每天都要 做完碗粿我都要試 試了之後我才知道 今天的東西的品質 有沒有達到我的要求 客人有時候吃他也 吃得出來 他可能會說老闆 今天的挖粿怎麼會比較軟啊 比較硬啊 然後我就馬上意識到 是不是米的問題 然後我就要開始去找 蔥薑很吃功夫 加水沖發和簡單 泥水比例跟溫度卻都是驚豔 靠食材自體發酵 不加澱粉或澎沙 接著極速冷卻 降低生菌數 拉長鮮度 此碗排好依序放鹹蛋黃 滷過的普里香菇 接著撿一大塊裡雞肉 再抓一把肉燥 最後沖上米漿 撒點醬油 接碗挖粿號稱 每一口都吃得到料 粿體不軟爛 很端很彈 肉料也實在 我們就是看數字去做 去看調配這個比例 對 比較不用去憑經驗 因為憑經驗做出來 有時候你還是會有落差 你今天可能 你的口味比較不一樣 它做出來可能味道又不一樣 將早期憑經驗的製程 轉換成科學化的SOP 更能掌握料理的一致性 不過老闆的拿手好料 可不止這樣 粉漿鋪底再放上後切鬆軟的綿密芋頭塊 一層鮮脆筍 捏一滿滿掌心的豬厚腿肉 上蓋薄皮 從小吃賣到店面沒別招 就是用料豪賣遵循古法 美味環環相扣互相加成 炒絞肉逼出來的油 拿來刷量肉圓皮 滷汁跟香菇水 再用來汆燙裡雞肉 這一鍋及所有食材精華 煮出來的醬汁再配碗粿吃 相得益彰 把這個行業當成興趣去做 對 就是比較會有 精益求精這種感覺 老店靠近寧夏圓環跟迪化街 這裡是台北最早開發的地方 綜合完湯一碗三十 魚丸花之丸貢丸都好彈牙 湯頭清爽 碗粿口味就可以下重一點 祕傳專家級吃法 鹹甜蒜辣 光用看的就暴擊味蕾 有的帶孫主來 有的去介紹扣人來出 國外去他第一個下飛機 就是要先來出碗粿 再回去 他們很懷念 六十多年前老店第一代 從普利北上拜師學藝之後 就挑扁蛋賣碗粿 到現在第二代接棒 設立中央廚房 開三家分店 小老闆花了一年時間 製作流程終於穩定優化 廠商聯絡好之後 我就直接去找店面了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也反對 因為他說你做那麼 做一家店都累成這樣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就說爸爸你看我做 他就說你做那麼久 你還能把店的品質 維持到那麼好 他也是很開心 對啊 他也是給我的鼓勵 對 至少能把老店守住 創業圍堅守成更難 一碗溫冷吃的獨門碗粿 常賣一夾子 老闆父子依舊誠懇認真熱情 竹雅客來勤 讓老店招牌持續閃閃發光 也是一間老店 這是以養鴨聞名的雲林土庫 由多家的當歸鴨肉麵線名店 其中有一家老店已經傳承三代 光是湯頭就要熬上四個小時 店內還特別選用九十天大的鴨汁 肉質最鮮甜 搭配手工紅麵線 一賣就是七十年 許多人從小吃到大 到外帶了 用餐時間一到 人潮絡繹不絕 不一會兒裝滿鴨肉的大鐵盆 很快就見底 能讓挑嘴的饕客 不辭辛勞來朝聖 背後製作細節 樣樣不能馬虎 處理過的太空鴨 先來一場熱水灶 待水滾起來 再關小火慢慢圍 你在煮的話 那個火太大不行 太大煮出來的鴨不好處 那個火要控制剛剛好 不是一直大一直大 它就不好了 火要控制好 沒有控制好的話 那個鴨子煮起來不好處 鴨子有大有小 判斷熟了沒得靠經驗 用筷子在鴨子皮質較厚的地方 輕輕一戳 要是流出血水就代表還沒熟 除了火候影響鴨肉口感 老闆還堅持只用90天大的鴨汁 肉質才最甘甜 用煮過鴨的精華當作湯底 放入鴨肉骨 鴨頭和十多味祖傳藥方 一起熬煮四小時 湯頭清澈不混濁 越熬越香甜 濃郁湯頭喝起來清爽不油膩 搭配鮮甜軟嫩的鴨肉 和Q彈脆口的手工紅麵線 讓人唇齒留香 回味無窮 八季水災鴨竹都跑出來 我爸爸就去抓來食物園看看 看怎樣做比較好吃 我爸爸是這麼做的創食 一場水在意外 卻帶來一甲子的美味 第二代當家的安海獅 從國小就跟著父親學 完整保留最初的美味 為了不讓味道失傳 北漂打拼的兒子未安住 也放棄原有的工作 回歸家業 每一個行業只要是 跟傳承有關的話 都會有一個評級就是 上一代跟下一代的溝通觀念 我們年輕一輩會想要 做一些改變 但是原來的上一代 他們會覺得說 你就現在這樣子做就好 可是像現在的年代 你如果沒有做一些微調整 其實是很容易被調台 不只保留傳統 更得做出創新 為了跟上時代腳步 彎柱做起冷凍包 讓好味道不只在土窟飄香 不過在宅配商品裡 同樣搶手的 還有他們的招牌滷味 鴨腳用熱水燙過砂菌 倒入二十多種中藥熬成的滷製中 每個部位入味時間不同 十多分鐘後再放入鴨針 最後則是鴨翅 華麗上色的滷味 不死鹹 越嚼越香 國家中還有淡淡的中藥香氣 其中有八角 肉粿 大圍箱 小圍箱 三奈 還有很多 這些它的比例 是由我媽媽她自己去調整 那譬如說她滷了一鍋起來 然後她就品嘗嘛 親朋好友大家品嘗看看 然後她就再去調整 那到最後也是定安品這樣子 全程由我媽媽自己就是這樣子去研發 經過親朋好友重重關卡 成就滷包的完美比例 彎柱不只要傳承美味 更在古早與潮流中拿捏出分寸 替家鄉味注入新靈魂 雲林島六有一家沒有招牌的小攤販 古早味的鹹粥和肉粽 是在地人隱藏版的早餐 全素的鹹粥沒有固定菜色 選用當季食蔬 那至於肉粽呢 依循古法製作 它的內餡用豬油炒過 特別的香 拿來招 來 招菜碗 天才剛亮 附近的居民就停著湯碗來買粥 沒有醒目招牌 小小攤位飄香38年 勞顧客百吃不厭 早起就是為了這一味 用麵雞和豆皮煮湯頭 用麵雞和豆皮煮湯頭 不按紅蘿蔔來陪伴 加入煮水米大火快滾 切塊的芋頭下鍋油炸 直到表皮上色 不加入粥裡一起煮 為的就是保留芋頭的完整性 粥起鍋前再加入芋頭 全素的鹹粥滿是蔬菜的鮮甜 芋頭的香氣繞繞齒間 搭配鹹辣的菜脯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用當季的蔬菜煮一定是好吃的 因為當季的蔬菜本身就有甜度了 冬天的時候就是高綠菜 夏天的時候就是蠢子 還有不忘吃瓜 煮菜不固定四季禪什麼就煮什麼 老闆沈富凱二十年前 從母親沈章玉手中接下棒子 繼續熬煮媽媽的味道 兒子沈瑞豚也一起幫忙 攤子除了出名的鹹粥 肉粽也很受歡迎 蝦米跳進豬油中油炸 爆泡後加入米酒去腥味 倒入油蔥酥增添香氣 和炒過的麵筋一起翻炒 再用醬油胡椒粉調味 這就是肉粽的內餡精髓 留著一頭白髮 俐落包著粽子的 就是老闆的媽媽沈章玉 退而不休 粽子由她一手包辦 阿嬤他們綁的那個力道 他們老師父比較會去掌握那個 那一些原料壓下去的 那一個鬆緊程度 人家講的老師父的秋樓 對 他們綁久了的那一個感覺 會讓你覺得說 粽子吃起來很紮實 圍頭的糯米Q彈厚實 讓人有種在吃麻糬的錯覺 豐富內餡用料實在 看似簡單的肉粽 做法卻相當反覆 比較嚴重的做法就是 有加豬油 還有蝦米蝦筋炸 然後炒的時候 就是把它炒到位 從小爸爸就離世 由媽媽一手帶大的沈福凱 更能體會開店的辛苦 毅然決然放棄經營十幾年的業務工作 回家分擔家業 有一天媽媽說她 希望我回家幫忙 因為媽媽年紀大了 看她那樣辛苦 我想多花一點時間 跟她好好的相處 每天凌晨四點半就要起床備料 沈福凱不怕辛苦 堅持依循古法製作 要讓媽媽的古早滋味 繼續傳承下去 在高雄橋頭老街 有個獨家料理 咖哩鮪魚羹 香甜的湯頭搭配大塊鮪魚 相當受到歡迎 原來這裡呢 因為臨近橋頭堂場 早年有不少的日本工人 為了一解相仇 請老闆娘將湯頭改成了咖哩羹 成就這獨樹一格的滋味 我來今天一天做的工作 我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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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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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七點鐘 小小店面早已忙得不可開交 客人分塌而至 全為了這碗在地特色小吃 替他們開啟一整天的火力 因為以前的湯頭的原廠 是一碗在半天的那種 在半天的那種工人 所以吃得比較醜霸 咖哩的濃厚溫醇 配上QQ的粗米粉 不只能讓工人夾醜霸 煮不爛的特性 更能讓它不斷加熱烹煮 一整天都能吃到 暖厚厚的滋味 這碗鮪魚米粉根 八十年前 從市場攤位開始賣起 鬆感愉快 融合在香甜的日式咖哩中 如此獨特不常見的搭配 竟只因為當年 日本老顧客的一句話 不是開始就煮咖哩 是煮米粉 因為這裡湯匆 有的日本工程師都是湯匆 所以他就要建議 或是教導我媽媽煮咖哩粉 原本只為了替日本客人 一解相愁 沒想到意外碰撞出美味火花 他說沒吃過 老闆馬上用一小碗讓我吃 吃完之後就一四成主客 你知道嗎 說我每次要上台南 那我就已經前來這邊吃 因為他不是在大馬路上 所以基本上很少會往這邊來 連外地人也難倒美味 專程來吃鮪魚咖哩根 看似平凡的小吃 卻得靠老闆張士蓉 每天凌晨五點 費料烹煮 每一塊厚度必須超過兩公分 如積木大小的鮪魚 是為了給客人最佳的口感 除了黃旗鮪魚本身的甜 老闆還做了簡單調味 醬油 米酒提鮮去腥 開始均勻攪拌 沾上薄薄魚漿 用來增添滑順口感和塑形 漿必須薄透 不搶魚肉風采 這魚都淋了 不留時間 所以我才五點五就要出來 噗通噗通聲 魚肉下鍋帶來悠揚旋律 黃綠色咖哩醬汁 緊緊吸附在上頭 在米粉羹中加進鮪魚 如此澎湃的吃法 又是另一個意外插曲 我的大伯 他就是賣鮪魚的 他那時候沒有冰箱 賣來就 就讓他口溫阿嬤住 就是沒有咖哩的腥味 但是又很溫和 那因為鮪魚 鮪魚來講的話 那個鮪魚塊嫩度又剛剛好 這裡的肉燥飯跟這裡的羹 讓我在外面吃不到那個味道 內行的還會點上一碗肉燥飯 搭配咖哩根 南部特色清甜滷汁 省用竹井肉 肥瘦參半 肥而不膩 第三代遵循阿嬤留下來的手藝 溫飽顧客的胃 延續高雄橋頭人的美食記憶 薑母鴨店也能跳脫船頭 把薑母鴨加上海鮮 除了湯頭更鮮美 在南台灣 這溫補湯頭也更受到歡迎 不只能搭配螃蟹還有龍蝦 讓美食上桌更為霸氣 兩年老薑入鍋 融合黑麻油 飄出濃郁氣息 紅帆鴨肉加力戰局 以小火慢威 使鴨肉均勻上色 成為現故狀的話 我們再會開大火 分炒過程與鍋鏟的碰撞 都能感受紅帆鴨肉的軟嫩 來回分炒帶出火氣 一塊一塊狀的話 火力會再加大 一點一點慢慢加強火力 就是為了避免長時間大火 讓麻油出現口味 火候控制關係著美味程度 為了要擺脫鴨肉乾柴老硬的刻板印象 老闆下足功夫透過冷卻乾式熟成 讓肉的氣味更濃郁 海底被燉過 老闆這個要燉多久 28分鐘 為什麼是28分鐘 因為它裡面的溫度會把鴨肉弄得比較嫩 28分鐘是二代老闆洪宇宏 一分鐘一分鐘嘗試調整 端給客人鑑定無數次後 測試出的最佳口感 兩塊胸肉一塊鴨腿肉 之後一個脖子一塊刺 剩下的就是排骨或者是肉這樣子互搭 出菜前的最後一道步驟 以滾燙老薑麻油湯汁 吹香整鍋薑母鴨 帶著Q彈肉質上桌 依序放入配料 粒粒飽滿香甜美味的栗子 肉丸 凍豆腐 混搭老薑氣息湯底 吸收滿滿湯汁精華 主角大塊紅麵翻牙 深蹤色澤散發名人樣貌 要下口的過癮 再加上麻油與老薑的完美碰撞 口口都能療癒舌尖 至於溫成滑順的湯頭 還帶點回甘滋味 而內行的還懂著 先預定的胡瓜吃法 光視覺上就令人驚豔 龍蝦站紅色盔甲下的剃透肉質 以整尾霸氣鋪在上頭 爆軟紅蟳在滾燙熱鍋中 呈現用人姿態 二十多年前就開始這樣賣 是來自飯店行政主廚老爸的建議 是他來吃 他會帶一些大老闆或廚師來吃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同事來吃 他會給我們一些意見說 你加什麼東西 要先加什麼會比較好 爸爸的朋友全是一流主廚 讓原本僅是招待用的姜母鴨 越做越嫌與眾不同 而成為他們的創業根基 年輕的二代老闆洪宇宏 原本從事科技宴 雖然薪水很不錯 但環境的變動太大 讓他決定回鄉接手家宴 由於從小受到主廚父親的勳討 讓他不只愛吃也很懂吃 一鍋姜母鴨吃的順序不同 胃蕾層次也會有所變化 一剛開始要先加栗子 肉片跟海鮮 海鮮有分先加蝦子跟加龍蝦 再加紅蝦的鹹味跟層次感是有差的 加上搭配海鮮的吃法 在不會太冷的南台灣 以溫補方式受到客人喜愛 一入夜紅燈龍蝦的桌椅 滿滿人潮 40年的老店獨家滋味 即使隱藏在巷弄之中也 不曾寂寞 台北遼寧街有一家開了50年的熱炒店 最早是路邊攤 傳到了第三代 年輕老闆把店面重新裝潢 變得更有文青感 阿嬤傳承的滷肉飯 更是店內的招牌 每桌必點 碗筷碰撞聲此起彼落 顧客吃得不亦樂乎 即便是平日中午用餐時間 人潮依舊沒停過 簡約木質裝潢搭配復古沙發區 不說還以為來到日本料理餐廳 但其實這裡是熱炒店 賣的菜肴台味十足 滾燙的熱油翻滾雞肉的香味 放進有三杯醬汁的砂鍋裡 熊熊火焰熱情的包圍砂鍋 讓醬汁快速滲入雞肉裡 燒到收汁 加入青蔥辣椒提味 最後經典的撒上九層塔 這道三杯雞是道地的熱炒美食 因為食用五股雞腿 入脂軟嫩又入味 吃進嘴裡還帶點黏稠的膠質 獨門的三杯醬 有中藥跟老薑蒜頭熬煮 讓雞腿肉展現完美滋味 連新加坡旅客都讚不絕口 很好吃啊 很道地風味啊 那個菜肴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新加坡吃不到的東西 如果想吃變化菜色 百花油條怎麼能錯過呢 油條漂浮在油鍋上 陣陣香味溢滿整間廚房 以便金黃必須趕緊起鍋 用糖醋醬快炒 把醬汁緊緊拔住油條上 這道百花油條口感酥脆 另有乾坤 藏著蝦漿豐富油條的美味 可以酸酸甜甜醬汁 去油解膩 就蠻甜香的啊 我覺得可能跟港式的比起來 它這個也做得比較好一點 應該說那個甜味有出來 然後那個蝦醬也蠻入口的 它是要炸到外面酥 然後下去拌炒只能拌一下下而已 不然拌久了它就是不酥了 就會軟掉 有的客人外帶我就不建議外帶 因為外帶不太好吃 把台菜做到爐火純青的人 就是他吳彥廷 年紀輕輕就有一手精湛的廚藝 他也是這家熱炒店第三代接班人 從小在店裡長大 看著父親跟阿嬤長勺 傳承到他們的好手藝 阿嬤推那個攤車開始 從土地公廟以前演歌仔戲的時候 大家都推攤車 然後自己提水開始賣 路邊攤然後開始往店面做這樣 不過阿嬤一開始賣的並沒有這麼多料理 而是從惹娘燒蛋開始 趁著鍋子正熱用鍋氣暈染著雞蛋 拌油煎方式掌控雞蛋不能全熟只能半熟 最後用醬油嗆鍋砂糖提香 這道惹娘燒蛋看似簡單 火厚卻必須掌控恰到好處 輕輕劃開燒蛋蛋黃緩緩流出 把半生不熟的蛋黃淋在白飯上 每一口都能吃到米香穿插著蛋香 古早滋味神神烙印在吳彥廷的心 這個是我阿嬤開始做的 對啊就是蛋先煎過之後 然後紅燒一下 然後也不能燒太久 因為燒太久它就熟了 熟了就不好吃了 阿嬤留下來的還有這道滷肉飯 肥瘦相間的滷肉一入口融化在舌尖 醬油跟焦糖香味 讓肥肉不會過於油滋滋 滿滿膠質誘惑味蕾 每桌幾乎必點 有韜客校說 他們是被滷肉飯耽誤的熱炒店 滷肉飯就是我們幾乎都是肥肉 我們沒有用瘦肉煮 可是你吃起來好像是肥瘦相間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滷的時間很久了 然後那些肥的油都被我們撈掉 對啊 所以吃不會有很肥的感覺 把阿嬤的味道演繹得更勝於藍 可是吳彥廷並不是天神想吃廚師這行飯 以前他曾對音樂有過炙熱的夢想 組樂團還教打鼓 Bass 吉他 每種樂器都能來上一段 鼓棒敲出悠揚節奏 同時也打出人生現實 音樂夢不足以養家活口 吳彥廷將美夢放在心裡 轉頭回家接受熟悉的餐飲 那時候玩音樂玩到最後 就覺得好像也沒玩到音樂 感覺被音樂玩去了 就覺得不要玩好了 玩滷肉飯 一回家就大刀闊斧 把餐廳重新裝潢 座位縮減剩原本的三分之二 要讓客人坐得自在舒服 他應該是以前是舊的店翻新的吧 所以這裝潢還可以蠻放鬆的 蠻適合年輕人的 拿鼓棒的手不曾停下 只是換一種樣貌變成鍋鏟 穿梭如火肩 50年家常美味 和吳彥廷的失業夢 突出了新旋律 在廚房也能得以悠揚 歡迎回到智富時代的節目現場 說到了羊肉爐 常常會被認為是冬季限定美食 但是在台北有一家羊肉爐餐廳 一年四季都有營業 為何不怕客人吃了會上火燥熱呢 因為湯品用中藥調配熬煮 非常的溫和 什麼季節來吃都無負擔 而且羊肉料理不侷限於火鍋 快炒或者是滷汁都吃得到 菜色相當多元 火串上鍋燒得有夠旺 和煸過的麻油薑片 烈焰燒至滾煮 去腥天香 盛盤前火烤砂鍋保留溫度 讓料理維持最佳口感 這道陽佛看似Q彈Q彈 一口咬下可是爆漿 不少人來到羊肉爐店 都指明要來上一盤 但這不過是小菜一碟 主角湯鍋正在精燉細煮 像這裡面還有我們的 腱子肉跟小排下去熬的高湯 像這一包的部分的話 裡面藥材有當歸 川球 甘草還有桂片 幾乎比肩的超生鍋爐 什麼好料都在裡頭 肉骨跟中藥材釋出精華 就是知道客人能喝得出好壞 堅持每天燉燒 一鍋入魂 如果連那個處理的前置後座 每天幾乎大概五到六個小時 每天喔 而不是說今天賣不完隔天再賣 這個的話是紅燒的五棍 清燉湯頭加上當歸 搭配上特製的紅燒 清淡濃郁雙窮享受 以大骨慢火熬煮的清燉湯 甘甜爽口 裡頭還有大塊肉骨 用吸管吸羊骨髓 更是韜客級吃法 或者是扇上薄薄的小高羊肉 肉片粉嫩入口幾乎沒有腥味 而琥珀色的紅燒湯 又是另一種風味 唇厚有層次 還帶有淡淡的中藥香 裡頭的羊肉塊 外皮Q彈 肉質軟嫩 更是秋冬才有的限定滋味 清燉的一般都是女生 或是年紀大的人會比較喜歡 因為它比較順口 口味比較沒有那麼濃烈 那紅燒口味一般都是壯年男生 或是喜歡喝酒的人 那種口味再搭配啤酒或是烈酒 那種口味搭起來就是絕配 兩種口味各有愛好者 清燉湯頭一年四季都熱銷 早已打破羊肉爐 是冬季限定的框架 能將一年只開半年的店 做到365天都營業 幕後推手是他 賴家沁 30年前爸爸的好友 北上賣羊肉爐 廚房剛好缺人手 賴家沁的爸爸 就推坑三個兒子當學徒 兄弟學出心得一起開業 就此打響名號 這個也是要感謝我們的爸爸 他會說資質莫若婦 就是說把我們三個人的特點 都擺在不同的地方 大哥是學商的 所以他在成本 控管這部分 就會比較琢磨在這一塊 那二哥身心就比較害羞 比較內斂 所以就把它擺在廚房 是學技藝的部分 那我就比較調皮搗蛋 就把我擺在外場 三兄弟齊心打天下 不只要賣鍋 更要把羊的全身上下吃乾麻雞 這道楊貴妃指的是羊腹部 一隻羊只有兩塊 看起來又端又彈 白酌配醬就是要吃原味才最對味 他們說羊肉的六兩肉 就是這個肉最特別最稀有 那因為特別稀有又少的關係 幾乎每天都會接到客人 要預訂的電話 可是量真的很少 有時候會被客人罵 就說為什麼量那麼少 你們是故意留起來不賣 以心補行 這是羊的腳踝 專吃腳筋 就是最強大的阿基里斯界 就是取羊的前腳筋的部分 前腳筋跟後腳筋 帶苦的關節那個部分 它只有這個膠原的部分 沒有肉 所以它的膠原蛋白成分很高 你吃在嘴巴有時候 還會黏稠的感覺 各式各樣的部位 靠著不同手法來烹調 果然成功吸引更多客群 吃羊肉不再是季節限定 甚至正中午就能開吃 那破營業規則 讓羊肉爐的香濃 四季都飄香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致富時代 我們下回見 讓羊肉爽的清潔 我都是想電 因為 會既不會 從 老 混 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